很好 手肘 手肘 很好 在那裡的沙斗壁 好,往前教他 真的好不好 很好 往後開手 很好 反复動作 卡壁 好,接下來就是動作手肘 手肘 好,転身到妳的沙斗壁 我想我們從去年開始呢 那麼要強化學生的這個體事能 還有那個飲食教育的行動計畫 事實上這個行動計畫 我們強調是有實踐 那這個部分其實是非常重要 那我們經過從去年的8月 直到今年的7月領算完整的學年 今天在這邊舉行成果發表會 我想大家都非常清楚 有個青山在不怕沒宅少 那孩子的健康基本上兩個關鍵 一個叫做多運動 一個叫做吃的要健康 所以我們今天呢 是在成果發表裡面看到 青山啊,仁愛啊,還有心靜啊 他們的做法都非常的紮實 那所有想,孩子的體飾能的部分 一定要在學校的體育活動裡面呢 剛剛有分享到的 那麼運動之前,體育課之前 先來一個體飾能的一個軟身 那基本上日而,日乎一日的話 我們孩子的體飾能就會變好 那飲食的部分滿重要的 就是飲食的健康 我們除了營養師把關 另外我們開始推出所謂 餐前五分鐘 這個大概是全國呢 我們是最落實 那麼在董事基金會指導之下 我們餐前五分鐘也謝謝老師 那麼用餐的時候跟孩子一起陪伴 然後在用餐之前呢 老師的五分鐘 那麼針對飲食的各個面向去做一些分享 教導,我們孩子呢 那麼也會知道 這個譬如說今天的菜養 那麼我們是吃些什麼 他對身體的健康 我們孩子就把菜吃光光 所以剛剛信靜留分享 他們的那個廚餘的那個剩餘量呢 大概減的比例呢 將近有四成 那所以這個部分呢 是相當可觀的